一花以世界,一叶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古人说宁愿得罪君子也不要得罪小人 没有人愿意和小人合作共事 但是小人的脸上也没有刻字 你不能一眼就断定谁是小人 相遇是不可避免的 真的遇到小人,你不要慌张 不要马上就翻脸 想一想,小人伤害别人的套路 比常人更阴毒 一旦被他盯上了,肯定不是好事 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任何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关键是找准七寸的位置,精准失策 以卵机室之类的事情,千万别做 遇到欺负你的小人 学会以下几种回击方式 胜负皆在鼓掌之间 一,不须硬碰硬 要回击小人的弱点 孔子说君子愚异,小人愚异 小人欺负别人 其最终目的就是获得利益 并且他多半有唯利是图的表现 比方说,在大街上 遇到一个凶声恶煞的人 他故意碰你一下 然后假装疼痛 让你赔钱 装人是假 要钱是真 事实上 另一点就是小人的弱点 老祖宗告诉我们 做人无欲则刚 没有欲望的人 才是最强大的人 卑力驱使的人 难免胆小甚微 毕竟他做贼心虚 在电视剧《铁齿通牙》 季晓兰里 有一回杜晓月在何坤家里 给皇上唱戏 在回去的半路上 遇到了贼人 何坤主动挡住贼人 还受伤了 事后 季晓兰问何坤 为什么杜晓月在和服的事情 会被外人知道 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 为什么大人一到现场 那些贼人就怕我了 还有 在两个人在讨论 灾民安抚的问题的时候 何坤说 牲口吃的福糠和草料 也可以给人吃 灾民还算人吗 这样的话 就是留下了 贪占公家粮食的话令 季晓兰的话 总是要何坤坐卧不安 毕竟 何坤为了钱财 缺德事做了不少 只要揪出来了 就是罪 抓住了小人的弱点 小人就会惧怕你 反而被你牵着鼻子走 他想要欺负你 也是投赎即期 二 不必纠缠不清 要不卑不亢地 躲在远处 保持距离 春秋时期 月王沟茧弄丢了国家 他握尽长短多年 在贩主和文仲等谋士的帮助下 重新建立了越国 贩主看清楚勾建的人品 主动归隐 卷身而退 而文仲 却坚持追随 贩被勾建加害 做人 不仅要看清楚小人的本领 更要有避开小人的方法 当小人高高在上的时候 你不要巴结他 而是要保持距离 彼此见不着面 就像暗无事了 和小人走得太近 即便你有很大的本事 也不能完全避免灾祸 三 做一个心宽似海的人 包容小人的过错 武则天称帝之后 就让敌人节当宰相 有一天 武则天就问敌人节 你以前在汝南认知 表现也不错 深受百姓欢迎 但是 也有一些人诬陷你 你想知道原因吗 敌人节就说 陛下 如果认为那些人诽谤诬陷 是我的过失 我就恭敬地听从 如果陛下认为 这并不是我的过失 那是陈的荣幸 至于到底是谁在诬陷我 如何诬陷的 我不想知道 武则天听了之后 十分欢喜 推崇敌人节 为人世长者 其实生活并不难 做人也并不难 难的就是以清正的心 去容纳世间的无罪 当人们出现了一些 小人的言辞 恶人的诬陷 甚至别人明目张胆地侮辱时 如何去回应 并且如何在内心 坦然地接受 这就是一个人的智慧 一个人 怨恨小人很容易 要帮助小人却很难 比方说 你的一个邻居 曾经是小偷 有过牢狱之灾之后 他回家了 你会想办法躲开他 并且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要和他打招呼 人非圣贤 数能勿过 人与人交往 不必随便给人贴标签 不管一个人有多坏 也有善良的一面 如果 你给了他温暖 并且让身边的人 都对他好一点 小人就会改邪归正 人在社会上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输地 帮助小人 会让他受到感动 以后你也多了一个朋友 找到小人的优点 动之以形 小之以理 你的言行 也是善句 四 学会忍受 并不动声色地变强大 如果你是一株野草 别人随时可以见它 如果你是一座高山 别人就无计可施了 小儿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持相凌弱 我的一个朋友 在一家路灯厂打工 朋友非常的老实 不管是谁安排的工作 都会接受 因此他身边冒出了 三四个小人 每个周末 朋友都要请小人们吃饭 还常常帮他们 买汽油卡 后来朋友通过努力 成为了厂里的销售主管 曾经欺负他的人 乖乖地低头了 把原来得到的钱财 都退回了 农村有句俗语 狗眼就会看低人 小人容易犯 蜀木村光的错误 因此你不要和他们 一般见识 作为一个长期主义者 假以时日 你发达了 局势就反转 这个社会 真正能靠得住的 只有自己 别人的关心 固然给足了自己勇气 可在这外界支持的同时 别人也在 无边无际地靠拢 不如自己默默努力 拿回成绩 向自己证明自己 也向别人证明自己 五 学会拉拢周边的人 借助团队的力量 围击小人 俗话说 独木不成林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 也斗不过一群人 一拳难敌四手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在鼓吹 独来独往的好处 蚂蚁成群结队 老虎和狮子 喜欢独来独往 其实 我们不必 被网络的 心灵鸡汤给迷惑了 要学会依靠别人 毕竟 大树底下 好乘凉 蚂蚁虽小 但是聚集的力量 也能让 堤坝垮塌 可以毁掉大树 有一个童话故事 一头大象喜欢吹牛 他非常骄傲地说 任何一只蚂蚁 他都可以一脚踩着 有一天 一只蚂蚁 爬到了大象的耳朵里 咬了一口 大象使劲扇动耳朵 另一只蚂蚁 爬到了眼角 大象顿时就痛苦地流泪 从此 大象再也不敢吹牛了 遇到小人的时候 你要找到合适的群体 然后加入其中 加强协作精神 你在力量强大的队伍里 小人就会惧怕你 毕竟 小人物 也要给大人物面子 要在团队面前服软 格言连笔里写道 带小人一宽 防小人一眼 和小人斗志斗勇 要掌握宽颜的尺度 对还可以挽救的小人 尽量包容和拯救 对于舍恶不赦的小人 就严厉打击 打击小人 翻脸会激怒小人 用一些温柔一点的方式 就能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了 做人就像棉花一样 不管别人用多大的力量 都无法伤害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们更希望 小人能够主动觉醒 苦海无边 回头是安 小人之恶 必遭天前 好人之善 自得天助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